哈囉 大家好 我是浩瑋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個股 今天的個股存股觀察是2301的廣寶科 在這支影片裡面我會從個股的現況 然後好股票符合條件 以及合理價格估算及驗證的部分 來跟大家做說明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這邊訂閱一下 謝謝啦 已經訂閱的人記得幫我檢查 看看你的小鈴鐺有沒有打開全部的通知 這樣子有新影片的時候 你才可以接收到最新的訊息喔 個股現況 公司名稱是光寶科技 股票大約是2301 股本235億 上市已經25年了 現金配息今年是3.2塊 現金殖利率以目前的股價來看大概是5.9% 連配現金年數已經20年了 今年配息率是79.4% 8年配息率也有到74% 算是還蠻不錯的啦 至少賺錢的部分有七八成都是配出來的 近一年的ROE是12.6% 8年的ROE是9.5% 8年會被拉低主要是之前有資產減損的部分 任列了70億左右嘛 所以那一年的ROE只有3-4%也比較低 8年的ROE參考度可能比較低一點啦 今年的ROE大概12.6% 還算在中等之上啦 專注本業的部分是75.6% 光寶科我想很多人應該都不陌生 它算是台灣第一間上市的電子公司 它的產品的項目也相當多 然後主要目前是分成幾個部門 包含資訊產品的部分 就是一些網通設備、伺服器 還包含可能手機 或者是像電腦的機殼 另外還有像滑鼠鍵盤也都有 所以它的產品相當的多元 光電通訊的部分就有LED的元件 還有一些像鏡頭的模組等等 光這兩個部分大概就佔了 它整個公司的營收的8成以上 然後你在月營收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其實近4年 以目前同期來看的話 是往下走的 這在一般的公司來看也許是衰退 但是對於光寶科技來講 也許算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是好事? 我們待會就會講到 在營收比較的部分 2019年的營收比起2018年 是衰退了14% 14%看似很多 但是其實這是有原因的 主要就是剛剛講的 在儲存部門的部分 跟光電部門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是減少的 像儲存部門的部分 它是有出售不賺錢的事業體 像是固態硬碟SSD的部分 再來是光電部門的部分 也是把手機機殼 還有照相模組的部分 也是出售掉 所以你會看到它營收 看起來減少很多 但是營收減少不代表 ROE或者是淨力會下降 或者營業利益會下降 你要看減少的部分來源是什麼 如果減少的部分 是原本就在賠錢的東西 那麼把這些不賺錢的事業 切割掉 處分掉 也許是一件好事情 對光寶科技來講 就是這樣子 好股票挑選條件 我們會從配息毛利跟ROE的部分 來跟大家做說明 另外我還有列了一個簡單的 業外收入的狀況 來跟大家分享 配息是否穩定 7年平均配息率 為什麼抓7年 因為2017年 剛講的2017年 就處分了資產減損的部分 他在2007年有收購一間公司 結果那間公司 其實一直表現不好 算是一個賠錢的事業體 然後在2017年 終於把它處理掉 然後認列了高達70億的資產減損 所以那一年的ROE非常低 不過公司還算很有誠意 他EPS雖然只有一塊一而已 但是他卻配了2.92的現金出來 所以那年現金配息率拉高到200多% 所以我們這個就不把它列入平均裡面 所以我們就抓其他的7年來平均的話 是74% 算是相當不錯了 至少七成以上 一般而言 至少要五成 第一五成 我們就會去了解說 其他的錢拿去哪邊用了 你可以做投資 或者是購買設備 或者是新增廠房都可以 但是你要讓投資人知道說 你這些錢 留下來的保留英語 是用去哪裡了 這樣才可以解釋得過 那如果你沒有更好的運用 那我覺得就是把錢給配出來 所以一般來講 一般的公司 大概就是配五成到七成左右 那當然成長性比較 沒那麼高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配到八九成以上都有 營業毛利狀況 其實你看營收啊 它從2014年就創下2306億的高點之後 之後幾年 尤其是2016年之後很明顯 2017、18、19這三年的營收 從原本的2300億左右 慢慢降到2100億、2000億 甚至到2019年只有1700多億而已 減幅也算是相當大 但是你注意看它的營業成本 2014年的時候 營業成本還有高達2000億 然後到2016年也快將近2000億 但是17年以後就剩1800多億 1800億、1500億而已 這個就是因為 處分了這些賠錢的事業體 不只是單單營收減少 因為那些事業體 你還要包含折舊的部分 少了這些折舊 你的成本一定會降低 那從這邊你就可以看到 它成本降低的幅度還蠻大的 包含一些營業費用也是 你看到營業費用 原本還有到200億 然後190幾億 到2019年 只剩下大概179億而已 所以你看到營業利益 2014年的營收到2300億 營業利益 卻只有71億而已 而2019年 你營收降低到1700多億 但是你的營業利益 卻增加到93億 所以你看它的 不管是毛利率 跟營業利益率 都是相當高的 在2014年的時候 毛利只有12% 然後營業利益率 甚至只有3%左右 所以 處分這些賠錢的事業體 有時候 這種整頓的政策 也是蠻重要的 你不可能說 拖著一個賠錢的拖油品 一直帶著公司嘛 那最好的處理方式 就是找時間把它處理掉 這個我們一般的 投資的觀念很類似 很多人投資為什麼會賠錢 就是因為你把 賺錢的太早賣掉 把賠錢的一直留在身上 因為你捨不得賣掉 因為它賠錢 然後廣寶科技 我覺得就是做了一個 很好的示範 可以一般的投資人看 當你身上 有賺錢的時候 你應該好好的守住它 然後有賠錢的東西 你應該要儘快把它處理掉 然後接下來就是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未來的毛利狀況 因為過去你看它的毛利 從2006年之後開始 你看它的毛利 大概就是介於12%到15% 16%之間 大概平均起來就是 可能12-13% 尤其是最近這幾年 你看它的毛利率都大概落在 可能12-14%之間 到近幾季 你看這個綠色框框 2019年第二季以後 它的毛利就開始沾上15-16% 然後到2020年的第二季 跟第三季甚至到19%左右 這是相當不錯的 也就是說它在處分這些賠錢的事業體之後 其實效益已經逐漸的浮現 那對於股價的表現有沒有幫助呢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講到 ROE是否很穩定 先看一下2017年剛講的3.44%的ROE 這麼低主要就是因為資產減損的損失 我想這種資產減損的損失啊 不管是商譽上的或者是廠房上的 很多看財報的人都蠻擔心這一塊 因為這種東西是比較會突然出現在財報上 因為如果一般可能是賠錢或者是業外虧損的部分 其實可以從一些現象看到端倪嘛 但是資產減損的部分 通常都是突然出現比較多 所以這種比較難預防 當然股價會跌 但是這種事件 我是會把它視成單一的事件 因為賠錢的事業體 你不可能整間公司都是賠錢的事業體嘛 你處理掉一個是少一個 所以這種現象 我覺得把它視為單一的事件 當單一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股價一定會跌 當年度的EPS一定會少 但是它的體質其實是變好了 所以還是要回歸它的體質來看 處理掉這一份事業體之後 對於它整體的整個淨利的部分 到底影響多少 因為淨利就連帶到ROE嘛 那ROE的高低就影響到EPS 那EPS就影響到我們所謂的股價表現的部分 所以回歸原始來看 處分這個事業體賠錢沒關係 但是賠完之後 你這間公司到底還剩下什麼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你看它在2017年 處理掉這個70億之後 2018年還有一個35億 然後之後慢慢就減少了 就比較不會像 突然來個幾十億這麼多 因為幾十億是蠻傷的 如果只有個幾億 我是覺得還好 但是這種70億真的很大 所以那一年2017年 股價其實也跌蠻多的 不過如果你有去算這個合理價的話 其實你還是可以減得到便宜 就是你還是可以知道它的價值大概落在哪邊 你還是可以進行場去買到一個不錯的股價 那從過去這樣看起來啊 它的ROE的範圍大概就落在可能10%到12-13%之間 這個區間目前看起來是相對比較穩定的 雖然它整個產品比較多元 但是其實它的盡力還是可以維持在一個區間內 所以你看它的ROE 把這些拿掉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它ROE就是落在一個比較穩定的區間內 再來計表的部分 第三季的營收跟去年比較起來是衰退的 然後第三季跟第二季比較起來也是衰退的 不過衰退幅度還好 再來是12月跟去年同期比較起來也是衰退7.3% 這個目前看起來都還好 因為它主要是毛利有拉起來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倒是還好 那預期的ROE的部分我這邊是抓14% 因為這樣目前從這幾季看起來 其實它的營收雖然降低 不過它的整體的營業利益跟淨利的部分是提升的 你光看就2020年第三季跟第二季你就知道了 淨利大概30億跟2019年同期比較起來 其實差不多 但是你看營收衰退很多 2019年第三季的營收是481億 但是2020年第三季只有413億 這樣落差很大 但是你看它的最後的淨利其實是差不多的 都在30億左右 所以你看單純的看營收衰退 有時候也是不太準的 還是要看它整體的毛利跟營業利益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提升 如果沒有提升這種營收下降就很少 但是因為它是可能處分了一些事業體 造成它營收再下降 但是它整體的毛利跟營業利益率是往上升的 所以這邊我們預期的ROE大概抓14%左右 營業外收入狀況 其實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資產減損的部分 然後目前看起來 2020年第三季又認列了1比10億 不過好現象是至少這種東西會慢慢減少 然後大比金額的部分也會比較不會出現 大概就出現個可能個位數的幾億 或者是幾千萬 影響比較不會像之前的2017年這麼嚴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處分賠錢事業體的部分 像處理了相機模組跟機殼的部分 再來就是SSD固態硬鐵儲存的部分 這幾個賠錢的事業體是處理掉的 所以它其實營收下降 但是它整體毛利提升 淨力提升 然後淨力提升 就連帶ROE也會提升 ROE提升 EPS也會跟著提升 EPS提升 那股價勢必會有所反應 大家可以去看看過去大概10年左右 公寶科的一個走勢圖 你會發現它的區間 股價的區間大概就是30塊到50塊左右 在那個區間範圍裡面跑來跑去 就下去上來下去又上來 那現在這幾年發生的變化 就是說它處分了這些賠錢的事業體之後 它整體的ROE提升了 已經不會再落在可能10%11% 可能會往14%15%以上邁進 那EPS也會連帶的往上走 到時候股價能不能完全的突破這個50塊以上的區間 因為過去可能漲到55塊還是下來嘛 然後未來看可不可以往60塊70塊以上前進 我想這個是很值得觀察的 合理價格計算 我們先從股災價的部分來跟大家做說明 合理ROE的部分我們是抓14%嘛 那合理本益比的話會從最低本益比裡面取一個合理值 因為109年有發生一個股災 再加上2015 16年的時候有發生一個股災 然後我們會以股災發生的狀況去取一個合理值 然後再搭配近幾年的狀況 所以我們這樣抓出來的本益比大概抓10倍左右是比較合理的 這樣換算出來的股災價格是43.1塊 公司在這邊大家可以套套看 就是把ROE本益比套進來 然後就得到最後的合理價 目前合理價的部分ROE一樣是14% 合理本益比的部分就是高跟低之間會取一個合理值 這邊是抓12倍 這樣換算出來的合理價格是51.8塊 合理價格驗證 我們先從2020年的股災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當時的狀況是2020年3月正在跌的時候 其實2019年的年報還沒有出來 我們手上有的就是2018年的資料 還有到2019年第三季的資料 在股災發生的同時我們大概會預值會衰退 就是稍微會把衰退的部分給考量進來 一般我們會先抓ROE 先以近四季的狀況然後再去做微調 還會把月營收的狀況也考慮進來 那這樣近四季是12.88% 既然會衰退的話我們就會稍微抓低一點 我們這邊是抓12% 當時的禁止 第三季的禁止是30.36塊 那套進來 得到的預估的EPS是3.64塊 然後3.64塊再去乘以當年度 因為我們是事後去驗證 所以我們把當年度最低的盆益比9.38給放進來 這樣得到的股災價是34.2塊 最後是跌到37.7塊 這樣落差是還可以接受 再來另外一個合理價格的驗證 我們就是找到當年度股災發生的時候 把當時的資料直接放進來 就不加入人為預測的部分 那上一次的股災是發生在2015年的時候 所以我們把2015年的資料直接給放進來 就不加入我們自己人為的預估的部分 那ROE是9.21% 當時的禁止是32.92 這樣算出來的預估EPS是3.03塊 然後3.03塊去乘以當年度最低的盆益比是10.65倍 10.65倍乘完之後就得到32.3塊 32.3塊跟27塊 雖然誤差稍微超過10% 因為畢竟這是電子股 所以它本來的波動就會比較快 比較大一點 那我覺得這樣子還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另外一樣大家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點 就是當股價到27塊之後反彈 反彈可能接近35塊的時候 再往下回檔嘛 那回檔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它有一個很強硬的支撐在這個附近 就在30塊出頭附近 就會有一個很強勁的支撐 就是因為這間公司的價值已經到了 不能再低了 這也是一點大家可以去注意的地方 有些股票為什麼跌到一定的區間 就不會再往下走了 這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 當然這個前提是建立在於這間公司是穩定賺錢的 如果是破例的部分是大起大落 那相對應的它股價就會大起大落 那這種預估的方式就比較不適合使用 有時候大家問我很多電子股 不管可能是友達或者是一些波動比較大的股票 是可以預估 但是我只能跟你講說這種預估出來的值會比較不準確 真的是只能當作一個參考而已 你要把這個拿來當成買賣的依據 風險會稍微高一點 那像光寶科來講 因為它整個營運還算穩定 所以它估出來的股價 就比較有值得參考的地方 好吧 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 如果你還想了解其他個股的話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然後還沒訂閱的話 記得按一下這邊幫我訂閱一下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囉 掰掰